五个小时创作出来的剧本 让周星驰一夜星再变星也 片酬实现三级跳 还能让片场暴君 在剧组忍住不发火 大概也只有刘振伟能做到了 大部分观众认识刘振伟 应该都是通过大话西游 他在里面饰演菩提老祖 但在进组前 他从没想到 自己要为电影牺牲到这种程度 不仅剃光了头 导演变演员 还要备火烧手 把手拿过来 过分 哎呀 你以为我真的怕你塞面白骨火吧 你再烧一次试试看 我孙悟空机器把手放到这里让你烧 让他们见识见识 不就是烧手嘛 最初周星驰提出这个想法 刘振伟内心一百个不愿意 让自己来拍摄 但从没说他也要演 可是星爷看中了演员 能跑掉的还真没几个 在轮番洗脑下 刘振伟心一横 把头一剔 心里糊涂就出演了菩提老祖 让他剃头就算了 等到拍摄烧手的戏 刘振伟说什么也不愿意 至尊宝贝了证明自己是孙悟空 拿着菩提老祖的手 代替自己接受三位真火 开拍前 刘振伟强烈抗议 虽然会有隔热措施 但内心的恐惧 让他完全办不到 可星爷却喜欢逗他 说什么都要让他亲自来 此时刘振伟心里一万个后悔 可真等开拍 星爷却贴心的 给他找了一个替身 代替两人横下了所有 可以看到 虽然有隔热层 但是期间工作人员 也是数次被烧到受不了 终止拍摄 而像刘振伟这样的情况 在剧组并不少见 当时已经决定独立的周星驰 找到好久没合作的刘振伟 询问他 有没有合适的剧文给自己 刘振伟听完 郑重下怀 说自己有一个西游记的故事 可以拍摄 当他给星爷讲完剧情的大致走向 两人一拍即合 立即决定招场地进行拍摄 为了符合整部电影的基调 他们带着人马 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宁夏戈壁滩 因为异地拍摄 人工成本很大 除了影片里的关键人物 周星驰决定 其他人都在当地找 可等到拍摄 因为语言不通 内地演员 不能精确的明白导演的想法 以至于出来的效果 总是差点意思 这时周星驰实在没办法 就把主意 打到了工作人员身上 每个人都是神经数值 除了刘振伟 剧组还有不少受害者 像出演瞎子的执行副导演 蒋约成 一次大胆换来了 以生的内向 此后再也没有出演过其他电影 刘振伟能这么活得出去 除了他希望电影好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周星驰是他一手捧出来的 在他没成名时 刘振伟都能力排众议 选他当男主角 1989年 王晶指导 周润发主演的《赌神》上映 这部集功夫 赌篇为一体的电影 一把点燃了香港的电影市场 票房一路高涨 拿下3600万 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 当时看过《赌神》的刘振伟 信仰难耐 大笔一挥 借王晶电影中的部分情节 只用了五个小时 就写出了一部 同题材的电影剧本 剧本完成后 刘振伟找到自己的好友袁奎 两人一拍即合 打算用这个剧本 拍一部小成本的速成电影 蹭着《赌神》的热度 多少能赚一笔块钱 但刘振伟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这个决定 彻底改写了香港电影 乃至整个话语电影市场 《赌神》在筹牌之初 袁奎以及制作方 都想找梁朝伟来试验男主 做送心 但刘振伟却觉得梁朝伟的样子 以及表演风格 都和这个剧本不是很搭 就在大家为此争执时 梁朝伟方回话 已经签约 无法抽身 这时 刘振伟看准时机 说出自己想法 说已经找到那颗心了 就是出演 他来自江湖里的表弟 周星驰 这部电影的主角 其实是万子良 但由于鬼马儿子 配疯癫父亲的戏份 太过出彩 刘振伟一下就注意到了他们 所以就动了 让周星驰担任主角的念头 可他这个想法一提出 就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 因为那时的周星驰 几乎是新人状态 只演过几部电视剧 电影演得很少 还都是不怎么重要的配角 启动他担任主角 是否能被观众和市场接受 这是制片方 最先要考虑的问题 可偏偏刘振伟 就是认准了这颗心 顶住压力 一定要用周星驰 原愧等制片方 见他如此坚持 只好妥协 随后 刘振伟又请来了吴梦达 就这样 独胜之后 90年代 最较好的一对黄金搭档 被他组建完成 这部电影虽然沿用了 独身里的部分设定 但在本质上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喜剧元素在独身中 只是点缀 而独胜 却把他当成了 整部影片的主菜 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 正是在此成型 独胜正式上映 票房势如破竹 13天就突破了3000万 口碑好到十几家影院 连增午夜场 这对当时的电影市场来说 拿下午夜场的口碑 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 年度票房前十 最终 独胜以4132万 打破电影票房记录 让香港电影 正式进入4000万时代 成名后 星爷的片约源源不断 两人也少了再合作的机会 直到拍摄淡化西游 这部电影虽然两人竭尽全力 但结果却出奇的不好 为帮周星驰挽回损失 刘震伟又写了回婚页 可结局依旧不如人意 此时刘震伟愧疚地远走加拿大 虽然经历过两次失败 但是星爷对刘震伟的信任 却丝毫没少 拍摄《功夫》时 亲自给吸引多年的刘震伟 打句电话 让他回来帮自己 这时刘震伟虽然答应回来 但是却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让他在拍片场不能骂人 不然自己转头就走 答应了君子协定 每次星爷在片场快要发火 看到刘震伟在 就只能把其咽下去 最后实在无法忍受 就对刘震伟说了这样一句话 听到后 他乐得直不起腰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还有那些想要了解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菩提老祖为了扶摇除魔 三脚裤都脱了 别脱了